稳定这是谁比不了多兰特 我认为投篮型的多兰特是最稳的 多兰特几乎就是任何一场比赛 没有就哪种比赛 二十投五中几乎没有多兰特 就是他长轨赛尤其长轨赛 就面对绝大部分就是其他球队 不是那么沿着以待 打长轨的比赛 多兰特基本上常常50% 你说投篮为主谁比多兰特更稳定 你除非突破流的 因为突破那你打篮下嘛 你当然看起来命中率更可靠一点 你比如詹姆斯突破流的嘛 但是投篮型的没有比多兰特更稳定 但是多兰特呢 在顶级大腕的他的成就是最低的 他是稳定 那你看结果赛能赢吗 也赢不了啊 他带队你看你赢过吗 那总约赛发挥 真说打了一个总约赛率领团队的表现 他是稳定 稳定的数嘛 一比四被对方打下 甚至横哨 他动不稳定 二比四被拿掉的 稳定 稳定有啥用啊 你这不得看关键时刻 你表现如何 再结合呢 你是否有其他额外的手段 去影响比赛 多兰特主要是没有 他是稳定 但他专注于单打 越稳定的人越专注于单打 就像多兰特嘛 我就投篮 我就挺稳 那我为啥传呢 我传的就50%能动力 我自己打50% 我自己打吧 所以他就投球了 愿意自己打嘛